东北虎是国家一级保护废物 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脑腑 百兽之王很威猛 西伯利亚金剑层 身材再大也是猫 舒展还得伸懒腰 这超大号的菊猫 也是你一生只能录一次的妙 小的时候你瞧他是宝贝甜心猛猛的 长大以后他看你是宝贝点心缠缠的 成年后的老虎体长可达两三米 体重三五百斤 就这体型武松见了都得丢失自信 而睿智的二哈却凶猛无比 其实他知道战败也是没有关系 只要认虎做父就可以 因为虎毒不食子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而大喵则是一脸的嫌弃 因为吃了这货肯定会影响自己的智力 他们生活在严寒地带 需要保持体温才能维持良好的状态 而较短的四肢可以很好地减少热量的流失 所以动物的四肢越短也就越能保暖 一山不得容下二虎 除非零下三四十度 就算高傲的百喵之王 面对这灵力的刺骨严寒 也不得不以大局为重 抱团取暖握倒不动 不然就得集体挨动 这抱团的大猫咪 你想不想进去住住性